女郎对战日本队央视频道将会直播 而且是决赛 谈到许立民是坐拥了七大核心 而且姚明领队 接下来将会成功夺冠 提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并且点一下收藏加配件 我们重点跟大家聊到 我们女郎队伍在许立民他的帅之下 亚洲杯的女郎决赛当中 为什么这么肯定可以成功夺冠 而且面对着日本女郎 大家要知道 过去的比赛当中 一度都是日本的女子郎球队 拿到亚洲杯比赛的冠军 可以说霸占了很多年比赛的胜利 那么直到如今 姚明作为领队 许立民是作为核心的女主帅 也就是女主教练 他来带领着女郎去冲击比赛的胜利 谈到我们女郎的路 其实手上是拥有着七大 去冲击比赛冠军的航将的 而且这七名选手 也是在过去这段时间 接连发挥非常出色 并且具备去击败日本女郎 而且成功拿到比赛的冠军荣誉的 其中比赛的时间 是锁定在了网上的7点55分 那么这一场比赛 是可以通过央视频道 CCTV补观看直播了 提到这里 那么我们女郎度 在面对着棒决赛的韩国队 是成功好取了93比69 也就是24分的大胜 成功进入到决赛当中 大家要知道 整个过程当中 完全是离不开许立民他的指导 离不开我们女郎的七位核心 还有姚明 他作为场外的一个主要领队人员的 重要功劳的 才使得我们女郎接连发挥非常出色 如今成功闯进了决赛当中 谈到接下来要面对着日本女郎 我们所具备的这七名核心成员 首先第一位 很明显的就是李月如 李月如可以说作为我们内线的一名超级魔兽 身高2米01 而且狼榜球 以及他在赛场上 1对1对抗着日本队 对抗着接下来去冲击比赛的冠军 其中具备的竞争力都是很大的 李月如再来搭档上了韩旭 韩旭还有李月如这两名选手 可以堪称我们女郎 内线的双名宝藏了 也就是两大核心的双塔组合 因为呢 李月如他在面对着韩国队 那么狂坎了20分 也是全场唯一的一位拿到20分数据的 另外呢 狼榜球可以拿到12个 接着呢 还有韩旭 韩旭呢 同样成功得分上双的数据 10分的数据呢 外加上了8个狼榜球 这也是对韩旭 最好的证明啊 无论是过去的比赛还是现在我们女郎的队伍呢 内线呢 有了李月如 有了韩旭 两名超级魔兽呢 可以说得上是我们内线的绝对优势的 面对着日本女郎 决赛当中肯定占据很大的杀伤力 以及呢 很大的得分突破能力的 接着呢 我们再来聊到 在前锋线呢 我们同样是具备两大核心选手 分别呢 是包括了黄思静 以及呢 潘真奇 黄思静呢 他在全场比赛当中 狂轰了16分的数据 外加上了5个狼榜球 就为前锋的主力选手 黄思静他所起到的作用性 非常的巨大 而且在赛场上 刚突刚打 可以说呢 非常勇猛的 另外呢 在搭档上了潘真奇 同样可以拿到6分7个狼榜的数据 最后呢 就是我们主要的三名后卫 提到后卫先呢 我们首先呢 要聊到的就是杨立伟 杨立伟呢 他在面对韩国队 拿到11分上双的数据 另外呢 还搭档上了李源 李源呢 在本次的比赛当中 可以说呢 我们女郎啊 李梦他因为个人原因 没有参赛过后呢 李源呢 他就成为了后卫线的一个核心 得分选手了 最后呢 再来搭档上了武童彤 那么武童彤 李源 杨立伟呢 这三名后卫线选手 可以说呢 组成了很强大的一个后卫阵容了 况且呢 武童彤 他在面对韩国队 也拿到了9分的数据 所以说呢 无论是内线的双塔组合 外加上了前锋线的两名核心 又或者说 搭档上了后卫线的三主力 我们女郎队伍呢 一共是拥有7名核心主力的 相信许立明 率领着女郎可以成功 击败日本队 决赛当中成功 拿到比赛的冠军 另外呢 姚明 他所带领的女郎队伍啊 那么在他的领队 跟队之下呢 相信女郎一定可以打出更好的成绩 尽管在男郎队伍当中 没有反挥出色 但是姚明 他带领的女郎啊 相信可以成功 亚洲被夺冠了 大家是否支持女郎队伍 成功击败日本队 并且拿到比赛的冠军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并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次见